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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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至尊尊贵者 称为世尊 那如来就是佛的所证悟到的境界之一 因为我们另外还有其他的八种 像说善士 调育丈夫 天仁师 这些都是佛的其他的称号 那如来是指说佛祂是如释而来 就是这样来的 这样的如就是说很如正法 很如实法 真实法 就是说因缘合合 怎样他要呈现什么样子的状态 他就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如来也当说就是如实呈现的状态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不是一般的这个我们凡夫 我们显现的是我们的 有这样的贪生痴 烦恼的成分 他没有 他是随应众生 随应真实法 所以说如来也有人说如去 因为从梵文里面这个如来 他是太太的意思就是说如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不是我们凡夫众生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样就变成我们凡夫的习气 这样就是这样 我们想去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生气我们执着 我们就是这样 可是佛的这样子 它是跟死法而一致的 那后面的也可以说 agata或者是gata 如果变成agata就是来 如果范围里面的只有gata就是去 因为它跟前面的tata 结合在一起 母音加母音 所以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解释为来 来也可以解释为去 都没有错 都可以 那我们就是在汉译里面就是习惯就是来 那来呢也是有说成就 是如是成就的 是这样的 所以如来呢就是佛因为证悟到一切诸法的真相 所以他都是如实呈现 如实呈现这样的意思 所以在这一句里面呢 摄立佛就用两个如来十号里面的称呼 来称呼释迦门佛 那大部分呢就是面对面这样子称呼的时候都是称师尊 四尊啊下面是这个敬战等于是摄立佛直接称佛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来就是也是佛的称号 相者就是刚刚你刚刚在这个泼沙山的山顶上面 你说了这个祭啊 说有一位光明大三昧无比的功德人 正恶当初是有这样子的一位 世间没有再可以跟他相比的功德的人 他就要来这个世间出世了 而且为我们说法 那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第一智人 这等于是摄立佛 因为他智慧第一 那智慧第一 所以他很巧妙的 就是把前面的无比功德人 然后这里呢 他又称作第一智人 他是第一智慧的人 那佛呢在刚刚的这个祭送里面 赞叹这样子的人 那是在之前的佛所说法的经典里面呢 都没有说过的 那之后呢 前后经中都没有讲过 那此诸大众心皆可养 类如胜于 所以说 此诸就是在当场在这个大众里面的人 心呢 心呢都渴望能够听闻佛来说这样的法 所以呢 大家都泪如胜于 大家都靠到像在落大火 这个泪如胜于这是修士 修士大众呢 他们求法的心切 那就等于呢 跟前面啊 我们看到的第三段啊 不是大众都从座位起来吗 有没有看到 这个第三段的后面 各从座起又绕世尊 五体投地向佛器类 有没有 就等于就是说 为什么刚刚大家在哭啦 他们起来呢就是感动啦 感动哎呀 佛又要告诉我们这个妙法啦 是有关这一位无比公德人 所以呢 大家都感动的哭了 所以舍利佛就是在这里解释 佛这样赞叹这一位第一智人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都是渴养 泪如胜于 是为什么呢 欲闻如来说 未来佛开甘露道 甘露道 所以就是说 我们大家呢 都是在渴望听闻佛呢 来说这一位 未来佛 所以呢 就是三个称呼啦 佛说他是无比的公德人 然后舍利佛呢 他智慧第一啊 所以他就知道了是谁 他是第一智慧的人 也就是未来佛 他是将来在这个世间 要成佛的人 所以这边就是舍利佛 他向佛请法 那么请佛呢能够介绍 这一位未来佛 所以是舍利佛呢 他就是知道 释迦摩尼佛 跟他在山顶的时候 他就先说了 有这么一位无比的公德人 那么他就快要出事了 所以他就接着请佛来跟大众 来说这位未来佛 那说未来佛的时候呢 也等于是为大众开甘露道 为什么是甘露道呢 就是因为说未来佛 就是要来这个世间成佛了 那这位佛 他就是要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的 所以介绍未来佛的时候 也等于是介绍这位佛的 最重要的法教 那所有的法呢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可以 能够解脱的 所以叫做甘露道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就是有介绍佛说的祭送说 如可饮甘露 就是我们听闻佛法 就好像是在喝甘露一样 那甘露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不死的药 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不死 而且是我们 而是我们这个心 能够解脱这一些烦恼 所以就不再受 这个叫做变异生死 我们说的变异 就是变化 那么会心心念念 就是一个生死 一个生死 那我们能够听闻佛法 看到自己的这一些的 这种变异生死 然后消除我们的这些烦恼 就等于是得到 这个不死药一样 那能够照这样子修呢 也就是甘露道 所以我们修行呢 离苦得乐 得到解脱 也就是修甘露道 那下面呢就是 摄立佛在进一步说 弥勒 你看有几个层次呢 佛说他是无比功德人 然后摄立佛称他第一智人 然后称他是未来佛 那现在呢又把明确的弥勒佛的名称 把它明显的告诉我们 就是弥勒菩萨 那么他要请佛说什么呢 就是这位未来佛 那么他的名字 功德 神力 他的国土 他的庄严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等于是 所有的 佛要说的内容 有几样 就是弥勒的名字 弥勒的功德 弥勒的神力 弥勒的国土 还有他的庄严 那弥勒当然是指弥勒菩萨 那他如果以成佛的话 那就是弥勒佛 那下面呢就是说 摄立佛还请佛 告诉大众 不只是介绍弥勒菩萨的 他的特质 他的名字是什么 他的功德 神力 国土庄严以外 还告诉大众说 以和善根 和戒 和施 和定 和会 和等的智力 得见弥勒 就是说 我们 众生 有什么样的功德 那要 修什么法门 才能够见到弥勒菩萨 就是 弥勒菩萨下身成佛的时候 什么样子的人 才可以有资格看到他 是这样 就是要修哪一种善根 还有修什么戒 修什么故事的功德 还要修什么禅定 修什么智慧 还有什么样子智 这个慧跟智在这里 把它分开来 它是针对戒定慧 是三无肉学 然后另外又用一个智力 这个智力是指的 就是说更高的 这样他要正到一切智 就是能够知道诸法的空性 或者是一切种智 就是菩萨的慈悲的愿力 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 是这样 那到佛的话 就是一切种智 所以这个智力 是指我们一般在修的 这个慧 还要在更上面的圆满的境界 那设立佛等于就是 请问佛说 要怎么样子的这一些功德 或者是修行法门 那么才能够见到弥勒菩萨 而且下面又说 愚合心中修八正路 那这里就等于就是说 愚合心中 就等于是说 如何在心中修八正道 八正路 所以这个地方 等于就是说 要怎么样子来修八正道 那有怎么样子的修行 才能够见到弥勒菩萨 那我们知道八正道 就是我们说 正知 正见 正愚 正思维 正念 正定 正精进 还有正念 就是正念 正念 正命 那么这几项呢 就是等于是 包括我们身口一三叶 那能够正呢 就是说 我们所做的身口一三叶 它不会造成恶报 然后呢 它会让我们真正是 就是跟这个法能够契合的 那八正道 所以释迦摩尼佛在他开悟了以后呢 他第一个说的法是四地 然后四地里面的苦即灭道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世间是苦 然后苦的因 就是我们不明白因缘 那么从因缘而合成的 就是说 我们的苦实际上是我们造的业 而有这个苦的报 所以苦即 这个即就是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苦的产生 那如果我们要灭这个苦 我们就要修道 所以苦即灭道 那在这个道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要修八正道 就是我们的见解 我们的观念 要去了解真正的正法的这样的知识 我们要了解 我们对这个世间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的肉身 我们自己的这种心 心理 整个的这种原理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能够培养自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做的职业 我们做的行为 从身体 口 意念 所产生的 我们都要小心 就不要有这个烦恼的成分 所以说叫做正 就是我们没有 因为我们身口一三叶 而造的这个恶业 所以慢慢的我们又有镇定 就是我们要得到我们心的安定的时候 是希望我们能够在安定中显现 我们真正的观察的智慧 所以这样子叫做八正道 所以这个是摄立佛 请佛能够告诉大众的这些内容 下面就是摄立佛 他发此问时 摄立佛一发问完了以后 紧接着就是摄立佛的天子 就是无数的天子 摄立佛一发问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天人 还有无数的这个梵王 那梵王呢 就是我们说的 摄界初禅天的梵王 梵王 那他呢 又有名称叫做四气王 或者是这个四祖天 因为他等于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掌管者 所以他呢 就是特别的深信正法 所以每一次有佛出世的时候 这位梵王 他手里拿着一个白符 他就会拿着以后 他就会随时在佛的右边 然后请佛说法 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就是说摄立佛是当机众 在这一部的佛说弥勒大臣佛经啊 是摄立佛发问 那我们之前讲过的也是下身经里面啊 那个比较短的是写 祖法户翻译的那一部呢 他是欧难发问 所以这个也有不同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在一般的经典里面啊 同样的经 可是不同的版本啊 有时候发问的当机众 不一样 就像我们这一部 佛说弥勒下身经 在这一部大部头的 是纠摩罗斯法师翻译的大臣佛经 那之前的下身经比较少 那个内容比较少 那这个当机众不一样 这个呢 有学者是说 因为这个经典啊 他流传的时候 还没有用文字的时候 是口诵 那用背诵的 那有时候背诵背诵 他流传到不同的部派 或是不同的传承的 这样的团体 那有一些团体呢 他们也许对欧难 比较尊崇 那么比较熟悉 那有一些呢 这个弟子们啊 他对摄利佛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就用 他们自己熟悉的 这一位佛弟子 当作发问的人 所以有时候会有 这样的差别 然后是顺便跟大家 做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一种 的解释这样 那不然的话 为什么这部里面 是摄利佛在发问 那其他的 另外一部是欧难在发问 是这样的 那也许呢 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所以 照这样子看呢 我们 在这里看到的是 是摄利佛 那么他在发问 释迦摩尼佛的时候呢 这等于是 他带大众请佛说法 然后他请佛说法以后呢 接着是梵王 那就等于是梵王呢 他也有这种 请法的这种 好像责任 所以 摄利佛是人 那么 梵王呢 是代表天 他也请佛说法 所以他就合掌恭敬 异口同音 异口同音是说 很多的梵王 还有很多的天子 他们都一起呢 讲同样一句话 共发四问 都讲一样的话 是讲什么话呢 四尊 愿使我等于未来世 得见人中最大果报 三界眼目光明 弥勒 这样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诸天 请佛说法 讲这个内容 就是说 请四尊 那么为我们 那么 在未来世 能够看到 这位人中最大的果报 就等于是 他们又不用不同的称呼 来称呼弥勒菩萨 前面有说是无比功德人 有说第一智人 那么有说未来佛 那这里呢 他就是 讲是 人中最大果报 要成佛呢 我们说福跟会 两出尊 所以福的果报也要大 会的果报也要大 福的果报大就是 佛呢 累结 舍弃他的身体 不失啊 然后 就是利益众生啊 那福 是这么大 会呢 就是佛也是最大 因为佛是 决性圆满嘛 所以他透过 他的修行 他可以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所以 他的果报是最大的 这等于是说 福会 这两个果报都是最大的 那么他也是 三界眼目 所以很光明 三界就是 我们说的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个就是我们 存在的现象 那这个存在的现象呢 基本上是因为 我们的人 或是众生 我们的心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他就是在哪一界 这个界等于是一个范围 那欲界呢 就是说我们有贪生吃了 那到色界呢 他就开始有修禅定 那修禅定的时候呢 这一些烦恼啊 就被安定下来 还没有去除完 可是他安定下来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还有 无色界 那就只有意识 意识作用而已 那 这样的一个三界 眼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在欲界 色界 无色界 都还没有解脱 都还没有 完全 出离这个 流转生死 所以 还需要有人 能够教导 真正 能够去除这个 烦恼 而得到解脱的 善知识 那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谁呢 在这里说的是 未来佛 弥勒 所以如果我们把 三界眼目光明 后面那里呢 就好像是 画一个等号 这位 三界 明目 非常光明的人 是谁呢 也就是 弥勒 或者是说 三界眼目光明的 弥勒 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 等于是 天跟梵王呢 也提醒 也提醒佛来 提醒佛来 介绍这位 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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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 继续说 普为众生 说大慈悲 并八部众 意皆如此 所以这个地方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等于是 梵王 就是请佛呢 为大众 乃至一切众生呢 来说这样的一个大慈悲法 就是要介绍弥勒菩萨 那下面呢 就是 社利佛讲完 天跟梵王 也提醒佛说法 然后下面呢 并八部众 意皆如此 这个八部众啊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 天龙八部 的八部众 就是 天龙 天龙 夜叉 前达婆 阿修罗 加罗罗 瑾纳罗 摩霍罗喀 就是 这 八种 的这个 不同的 天龙八部 那他们也是怎么样 也是 意皆如此 也是请佛来说法 所以他们也恭敬 插手 劝请如来 那 这个时候呢 又 加一个耳食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 摄立佛代表 这个人当众的 这一些弟子们 这个听众 然后呢 又有天子 梵王 然后又有天龙八部 来劝请如来说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耳食 梵王与诸 梵众 一口同音 合掌赞叹 而说颂约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 是来赞叹谁呢 是来赞叹 释迦牟尼佛的 因为他们要请佛说法 所以呢 先赞叹 释迦牟尼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等于是说 南魔满月 他是用满月来赞叹 辟喻 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 世尊 释迦牟尼佛 你就好像是 这个圆满的月亮一样 那么 具足实力 是大精进将 勇猛无畏 一切智人 已经超出三有 成三达智 降伏四魔 身为法器 心如虚空 竟然不动 于有非有 于无非无 达解空法 嗜佐赞叹 我等同心 一时归一 愿转法轮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呢 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请佛说法 我们就了解到 都要 齐请 很恭敬 而且呢 赞叹佛 赞叹佛呢 这个里面的内容 就等于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 齐请佛 来说这样的妙法呢 因为佛是这样子的 有 这样子的功德力的 有这样的证悟的 有这样子的 特质的 所以我们 先赞叹 然后呢 我们请佛慈悲 来说法 是这样 所以 等于是 很有 这个恭敬心的 不是说 佛你说法 这样一句话 简单就要佛说法 这个赞叹的时候 就表示说 我们请法的人 很有这个忍 而且呢 我们知道 这个是妙法 只有证悟到妙法的人 才能够讲出来 所以 这个呢 是一个很好的铺牌 不是这样 急急切切的 佛你要说法 你不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听 好像用强硬的 这个就是 说到 真的是他们 你看 前面都还要 渴养泪如圣雨 真的就是求法心切 而且知道这个法 是很妙的 也知道能够说法的人 所以 整个佛法 都是好像很生活化 好像 整个的生命 就是显现出来 就是跟法很契合 所以这边赞叹 释迦牟尼佛是埋怨 那么他所具有的 这个十种力量 这个就好像是 释迦牟尼佛 还有十八种空 这个是佛特别具有的 的力量 正到佛的果位 才有这样的力量 觉得他可以知道 一切的道理 而且他知道 就是这个果报 果报 还有呢 也知道 就是众生的根基 那也知道 怎么样子 能够 那个 可以变形 就是 来度化众生 那么也知道 就是众生的 这个 生死的智力 所以他的智力 他自己本身也是断 这个 一切的漏进 所以就是 佛呢 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智慧力 这个力量是由智慧来的 那是由他的累结 精进修行 所以他是大精进匠 勇猛无畏 还有 能够 说法 勇猛 无畏 就是没有 这个 恐惧 那一切智人 超出三有 三有呢 我们一般呢 也就是说 就是超出三界 三有 就是有 就是存在现象 就是因为 我们还在轮回 那我们轮回的时候呢 就是在轮回的这种状态呢 是算有 那这个有是因为 我们所造的果 这个因 所得到的果报 所以就变成有 那如果说 我们了解佛法 然后我们可以修行 那慢慢的呢 我们就超出三界 就是我们 不再造恶因 而没有受这个果报 那这样的时候 叫做超出三界 所有的 这个 这个 生狗一三叶 我们自己都能够了解清楚 不造恶业 那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慢慢我们的这个生命呢 就是提升了 所以从三有而能够解脱自在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来介绍佛的这种特质 那么它呈三达治 这个三达治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 这个智慧 还有一切智 道总治 跟一切总治 一切智呢 就是说 一切诸法 是以空为特质 叫一切智 就是所有的万物 它就是通向 通向 就是空性 所有任何的 都是因缘合合的 所以都是空性 为它的本性 所以能够了解这一点呢 证悟到了 这样的时候呢 它就是得到一切智 所以这个一切智 就是一切万物的 通向的智慧 它了解了这个 诸法合合的 就是本性是空的 然后呢 道总治 道总治 能够成就菩提道 就是能够了解 一切众生的根基 而能够随机度化 说法度化 它就是道总治 那等于是菩萨的境界 然后到佛的圆满的智慧呢 就是一切道总治 就是总治 就是从万物的 诸法的通向 然后到道总治 是别向 因为每个众生 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你就要对基说法 所以这个时候是别向 那一切道总治呢 就是总相 别相都知道 所以等于是佛的境界 那么这三种治呢 佛也都正道了 而且它降魔 是四种魔都降佛 降魔降四种魔 四种魔呢 我们说 有三种是我们自己 自己内心的 我们自己身上的 内心的是什么 五蕴魔 五蕴 射受想行事 五蕴是魔 然后呢 烦恼魔 贪生痴 这些是烦恼 也是魔 那还有一个 死魔 我们肉体 消灭的叫做死 我们每一个人 有生有死 那死也是魔 为什么 因为这个称作魔 就是障碍我们修行 道业的叫做魔 如果我们人死了 我们也没办法再继续修行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好好的 保卧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很珍贵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 我们才能够修福 修慧 我们有这个身体 我们才可以去服劳益 才可以去帮忙别人 当我们去帮忙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 也是在修行 我们一直在修福报 我们有这个利益众生 那修慧呢 我们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们可以听闻这个佛法 那我们自己可以去修禅定 可以持戒 然后能够开发我们的智慧 所以这是靠这个身体 所以说戒甲修真 如果我们这个肉体没有了 那没有办法再修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所做的业 会有什么报 那个时候 我们做得好 我们就往上 做得不好 那我们就是堕落地狱 恶鬼畜生 那那个时候 我们在业报了怎么修 地狱那么苦 我们想想看 我们平常身体不好的时候 我们生病 我们都只记得痛 对不对 就是说念佛 我痛得 没有心情念 对不对 如果人家欺负我们 我们在那种困境中 我们也只记得困境 我们只记得人家欺负我们 我们那个心 好像也没办法 那么自在的 在这种逆境中 还能够经经 那就是不得了 所以说 我们有这个身体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好好的 有一种固定的功课 来修学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借甲来修真 那没有身体的时候 我们就表示说 我们已经开始 要去受那个果报了 那么 也没那么自在去学佛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魔 所以我们要去除死魔呢 我们就是平常 也要好好的调养 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它 这个太生病了 然后不要让它呢 就是中途折腰 所以说 我们善待我们的身体 不是让它享受 可是呢 我们这个身体是重要的 让我们可以修行 那去除五蕴魔呢 就是我们要看到 五蕴皆空啊 所以心经里面说 观自在菩萨行身 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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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根 包括六根前面五根所对的外境 就是色身相畏处 所对的这个五境 这个都是物质性的 所以叫做色 那受想形式就是我们心 这个内在的精神的作用 那能够修剥落 我们就能够知道空法 然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五蕴 来来去去 不是真的 是这样 就不会让它牵着我们走 那烦恼魔 就是我们的贪嗔痴 这一些烦恼 所以这一些 就是会障碍我们修道 所以是叫做魔 那另外的 一个是外在的 叫做天子魔 就是欲界第六天的 他化自在天 他是天子 所以 他叫做天子魔 是因为 他就是我们说的魔王 因为 他就是 这个欲界的第六天 那么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我们还在用贪嗔痴 烦恼这些的时候 魔就是 他可以掌控我们 因为 他就会用这个贪嗔痴 来引诱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魔子魔尊 所以天子魔是外在的破坏 可是一般也是说 如果我们的 这个法力还没那么高 我们道行也还没那么高 这个天子魔也不会理你们 也不会理我们 因为 你本来就贪嗔痴很多了 他也不用动你 你就是贪嗔痴 所以 我们就是 要到我们开始 好像 学佛有点心得了 所以就说 道高一尺 磨膏一炸 就是这样 就开始 来诱惑我们 然后有时候 就用逆境 有时候 我们心里会 无端端的起一些 无名火 这个时候 就是在考验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也就是 真正在学佛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 我们所要修的对象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这些禁忌 我们的贪嗔之烦 以前我们跟他相应 现在开始学佛了以后 我们就要看得清楚 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的 染污成分 不要跟他相应 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是说 开始降伏四模 所以佛 对这四种魔 他都已经降伏了 因为他五蕴皆空 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他也没有贪生之烦恼 所以他也没有烦恼魔 那么 他正到欧罗汉国 他的寿命是可长可短的 所以他也不受死魔的干扰 另外 天子魔就是在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破除魔的这种 破坏障碍 所以他就看得到 天子魔怎么样来害我们 他就是显这种硬的境 显软的境 就是硬的境 就是用那种外在的起风 刮风 下雨 大雷 用这些外境来下 然后就是 这个软的境 就是献这种美女 或者是故父母亲 那么来让我们的心 起悲伤的这种软弱的这种境 所以佛他都已经是降伏了 所以降伏是谋 那身为法器 因为既然没有这些烦恼 这些的这种障碍 释迦摩尼佛的身体 佛的身体就是一个法器 我们通常说法器 打影庆也是法器 牧鱼也是法器 我们到了寺院 师父都会告诉我们 不要乱动法器 因为这个法器它有它的意义 尤其我们在寺院里面 都借着法器打板 击中 那我们去了寺院 不能随便 这敲敲蛮好玩的 不能这样随便敲的 那佛本身就是法器 因为佛他已经证悟了 所以等于就是说 他借着这个身体 让我们众生看到起恭敬心 那我们想归一 归佛 那么归一法 他所说的 这个证悟的道理 然后归一身状 那他所说的法 也是借用这个肉身来说法 所以就是说他的身体 就是一个法器 就是等于是可以说法度众的 这样的一个借境 所以在这里就是都在赞叹佛 那他的身体是法器 心是向虚空 心里没有所执着 所以他的心平常没事的 那静然不动 就是完全呢 他都不会被这个外境所干扰 那么与有非有 就是我们任何 好像有存在的任何的境界 对他来说呢 他都知道这个有呢 是因缘合合的 所以不执着就非有 这个有如果花很漂亮在这里 那我们不执着呢 这个花对我们也没相干 我们没有受到干扰 那即使有人骂我们 我们心里不跟他相应 那有也等于非有 是这样 不是说这个静没有 是有静 可是呢 心不执着 而且看到这些的静的本质 也是空的 所以于有非有 那于无非无 那于无非无呢 实际上也就是说 于空非空 就是说没有 好像你看起来是没有 可是呢 他不把它当做说什么都没有 因为有空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真正我们可以运用 现在我们现在有是因为有花 我们就不能够再放其他东西了 可是如果这个地上是空的 这个地上空 它不是真的空 因为怎么样 它空我们可以放椅子 我们可以放桌子 我们可以放盆景 就是当我们是空的时候 其实是真正可以利用有的时候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有不执着它也等于是空 那空我们又可以放上好的东西 那它随时可以替换变化 那这个时候的空不等于完全只有空 所以如果只有空 那就是顽顾的空 就是我们空空的 你不能走喔 那这个就是顽顾 可是你空空的 来来去去 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街上还是空的 那一批行人走过又一批 那这个时候 它的空也不等于是真的是空 所以这样的了解呢 就是佛答解法空 这样就是真的空的意义 就是余有非有 余空非空 或是余无非无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子的空 叫做空中妙有 然后妙有又是真空 是这样的 那是所赞叹我等同心一时归一 愿转法轮 所以后面呢 就讲出他们的这个祈求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呢 请佛来转法轮 我们归一佛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就是很虔诚的 很恭敬的很婉转的请佛 不是逼迫佛 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只有佛 是这样子有智慧有证悟的 有这样的境界的 那么可以告诉我们 这样的妙法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先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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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诗之慈悲法门 体认世尊 诗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诗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护法送今日 药王药上书胜功德日 慈悲致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即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死碑施石 功勤战身法师祖法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高雄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高雄中山书方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利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灾界 护生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姓财神法门 五姓财神因译赞巴拉 源于古印度的神奇巨皮罗 后由坦特罗佛教沿用 并由藏传佛教重新演绎 其法下是手持兔保署或一袋黄金 当赞巴拉传到西藏后 各藏传佛教之派 逐渐发展至以不同修持所属的五种颜色形象 再配合五方佛的概念而成为五姓财神 一般人以五姓财神身上的颜色作为称号 观世音菩萨 画现为白财神 意欲克服吃质 主掌智慧 是平息灾难 增添财富代表 阿处如来佛 画现为黑财神 意欲克服称心 主管权威 是消除怨敌 降伏魔敌的象征 保身如来佛 画现为黄财神 意欲克服我脉 主掌财富 是积聚福德 增长智慧的代表 阿弥陀佛 画现为鸿财神 意欲克服贪欲 主掌怀柔爱色 能圆满各种世间与初世间之事业 不空成就如来佛 画现为绿财神 意欲克服嫉妒 主管健康 是成就世事 增长财运的代表 五性财神 是西藏人所供奉的财神 专门掌管天护财富之神 除了掌管财富之外 也是藏命护法一支庞大力量 还负责掌管 忌妒众生所有功利事业 赞巴拉并非一开始就有五尊形象 而是一个具有财神属性的神奇 当藏传佛教逐渐弘扬起来以后 以不同修持需要 才发展出黄、白、黑、绿、红肤等 五尊不同形象的赞巴拉 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形成五性财神 虽有五尊神奇 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 绿财神行咒 绿财神是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的画线 绿财神 一头二臂三目 头戴宝冠 以珠宝阴若为世 下身着丝绸 右手持如意果 左手着图宝鼠 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裁员天母 与绿财神共坐于莲花月轮上 功德令一切活动成功 圆满 进化厄运障碍 成就一切冤枉 佛母 律夫 一面二臂 手持蓝乌婆罗花 象征智慧 佛父 佛母 拥抱代表 卑质结合的修行 因此修绿财神 除了聚财之外 也希望能达到 卑质结合的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